大家好,我是阿辉 现在的豆角既新鲜又便宜 今天给大家分享豆角饺子馅怎么调馅好吃 颜色翠绿,鲜嫩多汁 先准备一块大葱切成段 再切点姜丝 切好装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把花椒 再倒入温水浸泡10分钟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小块 切好放入绞肉机里 盖上盖子搅成小肉粒 搅成带有颗粒感的吃起来口感更香 然后倒入大碗中 泡好的葱姜水过滤到杯中150毫升 滤出的葱姜不要倒掉,留着备用 葱姜水分三次加入到肉馅中 每加一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直到完全吸收 再次加入 最后搅到肉馅非常粘稠 有阻力就可以了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10克食盐 一点白糖提鲜 一勺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一勺花椒粉 15克生抽 10克老抽 适量的蚝油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直到调料完全吸收 颜色一致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为了更好包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锅中烧开水 加入几滴食用油 下入整颗的豆角 这样不会吸入过多的水分 水开后焯三分钟 然后捞出来 直接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一步可以使豆角保持翠绿 不变色 过凉后把豆角放在案板上 切碎 切好装碗里备用 把滤出的葱姜放入盘中备用 馅料想要好吃 料油必不可少 胡萝卜切片 洋葱切成小块 香菜切成段 切好装入盘中 接着加入几个八角 一块桂皮 几片香叶 锅中倒入食用油 下入准备好的小量 开小火慢炸 炸出香味 把里面的食材炸干炸香 料油做好以后 用来拌凉菜拌馅料 都是又香又浓 炸好把香料全部捞出来 取出馅料 放入料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的馅料 非常的饱满 油润 然后放入切好的豆角 最后加入芝麻香油 先把上面的豆角搅拌均匀 锁住水分 然后再把豆角和肉馅 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像这样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取出提前揉好的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搅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 放上调好的馅料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成饺子 锅中水烧开 下入饺子 全部下好后 用铲子推动一下 防止粘连 入饺子一般需要点水三次 最后煮至饺子变得鼓鼓的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豆角肉饺子 皮薄馅大 咬上一口真的是鲜嫩多汁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吃饺子的朋友 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